前瞻指标详景,中国制造业PMI或转衰,麦格里发表报告指出其编制的中国景气循环指标,MCBCI在11月显著下跌,该指数可前瞻中国工业活动,预示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表现或更差,由于制造业PMI是整体经济的前瞻指标,即意味着中国经济增长放缓程度或加深, 该行指出MCBCI指标显示中国经济短期内仍存在风险工业生产增长下行压力持续,若以麦格里的指标来看,由于中国10月制造业PMI已跌至50.21月,有机会跌穿50的胜衰分界线,反映制造业陷入收缩状态,该数据将于11月30日公布赞助商链接赞助商链接制造业PMI 主要是衡量每个月的工业产出,新订单,新出口订单,存货,供应商发货,就业集制造成本投入的价格。